剛剛那個Abby在後面的時候 我看見他長得越來越像一個 名歌手 蛤 哪一位 失笑容 你現在為什麼不敢笑啊 你笑啊 敢笑的時候笑啊 你可以幫我見證一下 台灣出現那個事件以後 等一下 哪一個事件 對 哪一個事件 Me too 等一下 我們要講這個嗎 你是說真的嗎 等一下等一下 憲哥真的不用這樣救我 人家買票的 你能不講嗎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好 我呢 我今天是來看你們的 不是你們來看我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現在沒有人看電視了 我要看看本來看電視這些人 現在都跑到哪裡去了 哇 你們還跑到這邊來 你們 你們甚至還買票 太過分了 請坐 請坐 我今天本來是要來看博恩的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嗎 博恩啊 博恩上了我一個節目七年前 他剛從國外回來 然後哇 我們這個talk show 我一定可以在台灣把它做得有多厲害 怎麼樣這些 後來就來上了我那個 大熱門 你們都知道是吧 對 很有名 上很多新聞 就綜藝大熱門 後來七年後 博恩果然就走紅了 嗯 紅了以後 他就 七年前 我上了一個節目 現在我想問一下 憲哥剛才那段是有在模仿的嗎 唉 對 不太想啦 喔 原來如此 然後上了我的節目 然後七年就陰霾 讓我想到一件事 哪一件事 這裡會有記者嗎 很多 很多啊 喔 那 好 那還是講一下 不講 去年我看到一段的電視報道 我真的在電視前面掉眼淚 蛤 有一位新加坡的天后 接受訪問的時候 她說因為在台灣啊 怎麼錄綜藝節目啊 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她是從台灣走紅全世界的嘛 嗯 上了我的節目以後 她認為被男主持人欺負了 那個男主持人真不信 就是我 喔 我看了這個以後 我說從她出道 到她變成天后 後來嫁人 好像又生小孩了 都不是你的菜 不是我的菜 我知道 不是我的菜的問題 我跟你講 我們等一下開一個專欄 你今天會比較閒一點 好不好 很開心 欸 好吧 該分我的你要分我 我跟你講 她覺得她受到欺負 後來我覺得是語言上面 不通的問題而已 我是這樣的一個角度 那我看得非常難過 然後我說我是真心對你好 然後一直再幫你 結果就 真的 真的 真的就 到底說了什麼 XXX啊 對 對 那 那 所以是XXX 我寄洗帖給你嗎 沒有 這兩天 然後看了是博恩出事了 後來就把它交給你嘛 接棒啦 接棒 然後沒想到你也出事了 然後我看 剛剛那個Abi在後面的時候 我看見他長得越來越像一個 這個叫做民歌手 哪一位 詩笑容 該笑的時候還是要笑 詩笑容 詩笑容 我剛剛很像在想 他長什麼樣 你幹嘛 你現在為什麼不敢笑啊 你笑啊 該笑的時候笑啊 有憲哥在 你有什麼好害怕的 憲哥 其實我七年前 也上過《綜藝大任門》 蛤 我竟然對你完全沒有感覺 詩容在啊 博恩那一次啊 好異常啊 不同的事 我比他更早 真的嗎 所以我在想說 博恩出事我也出事 會不會就是因為 我們都去了你的節目 那個是很多的 所以你們心裡面不要太難過 這是一個舞台 我們上了這個舞台 我們就跟拳擊手一樣 我們一定要互轟嘛 對不對 要不然觀眾要看什麼 這是不是非常重要 但我們在打的過程裡面 偶爾會踢到對方的蛋蛋 或什麼 都會有的 犯規動作都會有的 但是我們兩個真的有仇嗎 沒有仇的 我們都是為了家計 我們要賺錢養家 然後在舞台上這樣拼搏 話風一講 講到 LB 你可以幫我見證一下 台灣出現那個事件以後 等一下 不是我 哪一個事件 對 哪一個事件 Me too 等一下 我們要講這個嗎 你是說真的嗎 等一下 憲哥真的不用這樣救我 人家買票的 人家買票的你能不講嗎 有沒有道理 等一下 今天如果內容不精采的話 到門口退票 等一下 好 還坐的位置比我高 等一下 我覺得開始危險了 我們先把保險機制建立起來 好 因為憲哥你是綜藝天王 不敢 不敢 所以呢 我們通常會先訪談再玩遊戲 那我現在決定 我們邊訪談邊玩遊戲 先Me too 不聊啊 等一下聊 等一下聊 You too 我先玩 Me too的部分 我先把那個段子頭擺出來 好 你先擺出來 等一下再call back 海水退了 就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是 好不好 待會兒聊 我們想到一個遊戲 可以結合我們整段的訪談 OK 請說請說 就等一下在訪談當中 因為我們攝影棚很大嘛 我們前面有快一千位觀眾 是 然後後面有樂隊啊 一些景片之類的 等一下在訪談當中呢 我們會有一隻鬼 會在攝影棚亂喘 見鬼啦 對 嘿嘿 只要詭異出現的話呢 詭異出現 我們就要比誰先發現鬼 然後說 嘿嘿 見鬼了 所以 所以那個 我要加嘿嘿就對了 對 嘿嘿 見鬼了 然後鬼被發現之後呢 他就會很落寞地回去 OK 那這個我一定贏了 因為這個我發明了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嘿嘿 見鬼了 我不是鬼 沒有 你就是 你出了那麼多事情 你還不是鬼 沒有 沒有你多 其實 好 好 OK Love and peace 對不對 Love and peace 我出的事情真的很多 博恩出事 你出事 我這個人就愛 雪中送炭 井上天花沒有太大的必要 對 我們講真心話 熱愛藝能界這個 大環境 我把每一個人 都當做了兄弟姐妹 哇 所以你看演藝圈裡面 MeToo事件 不是一個一個 幫幫幫一直出來嗎 我還要被人家點名 就這個人怎麼樣 如果我自己沒有站得很穩 沒有好好的保守 我自己應該有的本分的話 我今天不就出事了 然後你們以為我不知道嗎 藝能界裡面 我的形象是最爛的 但是我們家的道德標準 高於一切 發問 怎麼樣 那為什麼你的形象會最爛呢 因為沒辦法 怎麼 因為舞台上的表演 我們上了這個台就要互轟啊 就是在踢別人帶帶 你們的來賓坐在這裡 差不多 差不多 你們的來賓坐在這裡 他講了什麼話 你們配合在那裡笑 這是表演的一種嘛 不是 所以 所以 結果 哇你們要被關台了 你們要 嘿嘿 騙鬼啦 憲哥 厲害了 厲害啊 這樣都可以 這樣懂我的那個意思了嗎 馬上接回來哦 因為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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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舞台上 你們講的 人家講的這個話 你們 啊 陪 陪笑嘛 是不是這樣 或做效果嘛 嗯 嗯 那結果 衣服很白 衣服很白 你能不能有慧跟一點 哈哈 我就是花瓶 我就是只會在這邊拍笑 這就是我的良心 長在這裡 長在這裡 各位 可以嗎 我可以叫一個 叫一個十幾歲 想要進入藝能界的 來 來 來 你 我幫你 幫你 我做不到 我自己四個孩子 我 你們 你們的那個狀態哦 我們大家 將心比心 它是一個失誤 舞台上會不會失誤 我們打全UFC 不能打後腦勺 不能戳眼睛 欸會不會 或者踢到蛋蛋 你要讓人家休息五分鐘 這個是一個常態 憲哥走紅的一個原因 只有兩個字 有人知道嗎 好 你們怎麼看外表也看不出來 各位 憲哥走紅 快四十年的原因 只有兩個字 叫做 善良 這個時候鬼就不要出來了 沒關係 我的一生都在被人家煽笑 人家就是 啊笑啊幹嘛這樣 我是因為潮水退了 才知道 長菜花 哈哈 不是有沒有穿褲子 我告訴你 我都穿兩三條褲子 演藝圈太辛苦了 所以剛剛你講說 我遭遇的事情 比你多太多 不只多太多 你這個叫做 微乎其微 小事 小事 好不好 大不了節目停掉再開一個嘛 是不是 想知道憲哥還有沒有想要再發新歌 我唱片已經做好了啦 真的啊 但是 但是我心裡面的不舒服 我還是講一下 因為我本來筹劃我個人的告別演唱會 哦 對 終於要告別了 終於要告別了 對啊 因為憲哥年紀大了 我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人 我到最後不管你們要不要來 我都要開這個演唱會 你們最後 因為一個歌手能夠一輩子 一首成名歌曲 這樣的歌手很多欸 對不對 昨日 我願去 欸 一首歌 然後其他動作不行 對不對 八瓜 這怎麼開演唱會啊 八瓜 就這樣 對不對 我 最後有一個社會責任 我爬著爬著爬過來了 你們給我養家活口了 我賺了一點錢 我可以過日子 讓每個孩子都美國讀書 最高學府 然後開心地回來 三個 我有三個孩子 另外一個姓陸 好不好 對 那個 那個等待DNA reporter 出來 我們再來 再測量一下 對 所以我將來呢 我的身後 就是財產 大部分捐出來 其他分成三份 對 對 正元New year 大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